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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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从源头入手 阻断通信网络诈骗 中国移动自2015年7月起 与公安等相关部门精准失策 针对当前反诈工作 诈骗团伙专业化 诈骗技术升级快 异常入网行为甄别难度大 三大难点 基于数据中台 打造了反诈防诈平台 这边给你打电话是有意警到凌晨 近期是有接到一个诈骗电话 刚才下方的猫匙公安有没有收到 有 收到了 我们正在处理 那针对猫匙的治理 我们通过两个方案开展 一个是源头治理 我们不断加强的实名制管理 并且加强几次教育 防止我们用户号码 非法的转租转售 第二个是我们通过这个猫匙模型 及时发现异常号码 进行阻断和踢网 阻止诈骗的延续 那它如果是切换还能上来吗 如果是限制了注册 它就上不来 就所有机箱都上不来 那我同事现在正在 对疑似的号码进行了阻断 防止这些号码继续进行诈骗 并且这些号码 也同步给反诈中心进行研判 在发现可疑数据后 崔文迪等人 根据丰富的侦查经验 第一时间判断出 此次犯罪的窝点 几栋警起联动 将相关情报 反馈至厦门公安反诈中心 在中国移动的数据支持下 厦门公安刑侦支队 经过数天的排查和侦测 很快确认了 此次及OIP诈骗的窝点 并第一时间采取抓捕行动 早在2015年 厦门公安就在全国 率先建立起了第一代 实体化核属办公的反诈中心 在中国移动反诈防诈平台 和公安刑侦支队 不断地联合作战行动中 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越来越无所遁形 那我们这边走 那这伙诈骗分子 它是利用猫池 像我们的市民群众群发诈骗短信 那短信的内容大致就是 无抵押免担保的贷款短信 以及像ETT停用等等的信息 那近期我们警方也是发现 这一伙诈骗分子 除了发送上述的诈骗短信以外 还冒充了交管12123的短信 以所谓我们的车主的车辆 无法上高价等等的理由 要求我们市民群众 点击短信当中的链接 那我们警方也是提醒广大的市民群众 在日常的工作和生活当中 如果遇到此类的信息 一定不要轻易地点击短信里面的链接 更不要在链接当中填写个人的重要信息 尤其是手机收到了银行验证码 以免自己的资金受到损失 那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拨打 96120全国反诈券组专线 进行咨询举报 为了全面落实反诈防诈行动 中国移动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 通过大数据短信 5G多媒体消息等方式 宣传反诈知识 并联合民警进校园 进社区 进工厂 不断宣传反诈案例 在反诈治理方面 我们一直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 做好源头治理 综合治理 配合相关部门齐抓控管 巡航群制 近期 中国移动更是成立了 打猫行动专项小组 在构建全民加权网 反诈骗新格局的基础上 采取切实行动 从源头遏制电信网络诈骗 作为移动人 我们希望能够为建设更高水平的 法治中国 平安中国 做出一份更大的努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